看到大海你会看到啥 我就会看到一些生锈的东西 你总是看到事物这么不好的一面吗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眼神很多时候是没有焦点的 你也会失去 你去关注到某一点的那种乐趣吗 对吧 倒是经常纠结于一些细节 以至于没有看到圈局 然后过后我就觉得 如果我要视野更开阔一些的话 可能会放松很多 你看看生锈栏杆 然后你现在能不能长一道胶石上面 你现在的胶脸在海鸥上面 还是在海鸥的翅膀上面 在海鸥的翅膀上 是不是不一样 跟你之前看得到 是 最近 咱们在拍了咱们的节目 嗯 是 就我可能 在舞台上很难呈现 更直接的情绪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表演 我那是直接的情绪吗 我还是没想过 我感觉你的会 扩展到那个社会的层面 觉得你思考的维度 是比我多的 因为我画手嘛 因为就 都用来思考了 然后写到了稿子 我以后也不说谎 你现在是不是也在思考 嗯 你今年生活上有啥变化 出了名可以帮你交到朋友 我感觉我出了名之后 朋友少了 说明那些都不是真朋友 不是 是因为交际圈变小了 就是出名我发现是一个什么过程 别人是带着一种固有意的印象 去和你进行一个交流的 在日常生活中 是一点点再减分的过程 说你好像没有 台上的五分钟那么好笑 以前你跟人交流 是一个互相加分的过程 他好像还有这么 除了搞笑 还有深层那一点 还有他喜欢看书 就好像你内向 好像也是一面嘛 你也有不内向的时候嘛 对 因为之前我总觉得我 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无聊 我就不太敢跟别人说话 然后上节目以后 大家都觉得挺好笑的 然后 把你 你现在就是敢多展示了 那你又感觉这个人 诚实很丰富吗 丰富的人怎么会无聊呢 你解释得太好了 你多说话好不好 我对他 对他 你要气势我 要对他 赚大钱对你幽默有伤害吗 你觉得 比如说我在台上讲一个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他在综艺上 好像是怎么表现的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嘛 所以在那个台上 你听到声音往往是自己的 但是你说挣钱这个事 对脱口有啥影响吗 我感觉好像没啥影响 对 感觉其实人的烦恼 有很多是和外在的东西 没有关系 就你对自己价值的怀疑 并不因为你到达一个位置 他就没有了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在拖舞的后台吧 应该 开放慢 啊 开放慢 你对我没印象 你竟然对我 是在Ted Five 你一上来说观众 见到你就笑了五分钟 然后下面的观众 完全没有分 你猜的话我好像也被淘汰了 我猜的话也是开场 我那场是有掌声的 就还是不如你嘎 我谢谢你 其实第一次见鸟鸟 是就是在开放慢的后台 你一个人在角落里的那一次 我的感受就是特别像一只 就外边下着大雨 然后你淋了雨 雨的一只小鸟 然后躲在别人家的屋檐里 然后瑟瑟发抖的那种 就感觉有个人走动 都会惊吓你一下 啊是那样的吗 那么脆弱吗 你说我为啥会注意到你这一点吗 因为我当时和你很像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嘛 就之前你们在上海的演员 彼此都认识 然后来了之后 我就发现融不进去 大家说的话 然后我也是那种 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就坐在那 然后我就看每一个人 就大家都在那聊天 然后我就可以 我这有一个人好像 他但是他也不是从北京来的 为什么他这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是从内蒙来的 同名相连嘛 现在我没想到 我会成为内卷的一个 你感觉我卷吗 我觉得你整个的状态就很自然 就感觉你可能是偷着卷吧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非常快乐 状态很好 我就感觉卷这个词不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 就比如说我说他好卷呀 就是我是在通过否定他的努力来让自己感觉是他错了 因为我很少会说别人卷 我感觉就是有人去努力做一件事的时候 那么也说明这个事情对他的重要程度可能高于对你的重要程度吧 那他可能会去卷吗 我很喜欢很在意这份工作 所以可能会比较努力 但有的时候有一种无效的焦虑 处在一种很担心的心情里 但是可能未必也做得很好 所以就一般很羡慕你的状态 可能我真正卷的就是我是会坚持看一两样书再睡的 你会发现生活中好的事情 你做得心应手的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信号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警惕 那么生活中能让你一直去进步的东西 我感觉真的很少 书可能算一个吧 我觉得你有时候可能跟别人聊天聊两个小时 然后你了解到的新的知识 还不如你看书看十分钟 你刚才没看着 没有 这个一直在转 他自己动 句话 我一会看到再跟你说 他自己卷起来 他自己卷起来 你是在山东高考的是吗 就从小学习的压力会很大吗 就是我每次 说爸我去上学了 我爸永远会接近 好好学啊 好好学啊 这句话永远不会缺席 但是我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没太把他们说 让我好好学习这个事放在心上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不好好学 他还能学好的那种认可 就贼坏的那种 所以就导致我 学习成绩极不稳定 我爸妈也比较在意我的成绩 在他们的印象里 女孩子就只有学习好 才能找到一些合适女孩子做的工作 就每次考试之前也比较焦虑 然后他们看电视就会把音量调得非常小 然后会极力地给你创造一些好的学习条件 然后我也有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不想让他们失望 但是学习还可以之后 确实就你得到一部分自由 其实 你是为了自由而学习的吗 因为你学习不好的话 别人就总能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 但是你要学习好的话 别人就会对你有一些尊重 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一些基本的判断的 小时候我们学过好的东西嘛 就比如说自信那个词 好像你提到之后就是永远会说我要自信 然后就没了 就从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在告诉自己 我现在不自信嘛 对 我觉得自信 放松 快乐 幸福感 这些东西都只能从已有的经验里获得 你很难凭自己的想象去获得 就你只有真的获得了一些包容 你才能得到那些感受 你才能拥有那些品质 但是我们从那种教育里好像很难得到 他虽然你他告诉了你一个出现的概念 但是你会被这些东西绑架 好像有一种理想化的人生模板 就是一种成功的人设 人生是自信的自洽的快乐的 当然可能没有人真的能达到那一点 也不要达到那一点 要都达到那一点 这个世界就好不了了 就是都是自信的一群人 都是快乐的一群人 我的妈呀 你想想 就是人是很难消极掉所有的负面情绪的 而且这些负面情绪的存在 会让你更舒服一点 你有想过你不干脱口秀会干啥吗 还是会干某种喜剧吧 我觉得 我想做初中物理老师 我最喜欢我自己讲物理课的时候的那种东西 就是我很享受跟他们一块交流的时候 把我自己的一些对物理上的认识 对物理上的一些方法的总结交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总结这些东西 我之前也当过 部习班老师 然后带一些初一和六年级的小孩的作文 然后我看他们写作文就觉得很治愈 以后让我讲作文课也可以 对啊 就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写 他的奶奶每次晾衣服的时候 衣架挂的方向都不一样 就惹得他妈妈非常生气 然后他就觉得他奶奶做错了 和新矛盾就把你治愈了 我觉得很微妙 就是小孩他可以注意到这种细节 但是他不明白事情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你保持创作 能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人生了 安全感 安全感永远是暂时的吧 就比如经济环境啥的都稍微差一点嘛 我有时候就会想这些东西会不会都突然就失去了嘛 对吧 就我没有想过能有一天达到一种我非常坚定 非常自主的状态 或者可能那种状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然而然达到 再璀璨的灯光可能会也会熄灭 但是树还是会长 海还是这样 山还是没变 就你身边这些才是你身边最美好的东西嘛 可能就是那个安全感好像被这种方式给治愈了 但是你其实说治愈了嘛 也好像没有 你只是用一种方式抚慰了一下自己 那要是有时光隧道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去未来的话 你想要去哪个时刻呢 就是在脱口大会之前 并且非常贫穷 并且非常贫穷 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简单 吃个腿豆粉加个卤蛋 那个时候会犹豫 但是你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就下定决心 加一个鸡腿 哇真的你吃那个鸡腿的时候会巨像 我可能会去未来吧 就去我临死前的那一刻 然后我想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再回来我可能会过得明白一点 你看那个山上是有红色的绳子的 看到吗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一个红色的东西 难为我 我觉得很奇怪 哦对不起 那你能看出海的颜色吗 看不出 海的颜色都是人给它说的 它没有颜色 就像我们的生活 我学一次 用颜色的 这样看很多话 大家好 我是尿尿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说 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几个未进南北潮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我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就有一个教练 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浅清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你也学过POA呀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 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磕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啊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吸肚子 吸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 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 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 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 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嘚嘚嘚嘚嘚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我这个人呢 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 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 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 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有一次我坐电梯 遇到两个女生啊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 他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 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 可以吗 另一个说 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 鸟鸟 我说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是个 特别适合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 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 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 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不好意思 您能开得稳点吗 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 我就明白 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 因为骑马 骑马能抓呀 对我最近写的梗 就是这么的抓马 还对这么来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 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也在群里发了 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 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 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 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 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 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 子女啊 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更平和 更洒脱 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我就跟中介说 觉得痒痒吗 忍着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冲了 跟忽兰说 别装裤了 把手张开 我来出剪刀 我不想再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过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 说鸟鸟 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总之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 少一点尴尬 多一些自在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啊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 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报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 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它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它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 这个博主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啊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啊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 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嘛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抱着我的 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 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啊 就是你这个箱子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给你搬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就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街头安语 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挂 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 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 说 为什么总见你穿 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 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 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 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 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 我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说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她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 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杯 大杯 超大杯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不是 这是我的纹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纹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纹身 但是纹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 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 很活呀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 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啊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应该干啥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 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悲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